主持人走下舞台 一邊歌唱 一邊與觀眾親切互動 現場氣氛相當嗨 長期推廣本土文化 和閩南語歌謠的天涼衛星電視台 為了回饋社會 並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特別在三重228和平公園 舉辦公益聯歡會 堅強的演出陣容 加上專業的燈光音響 吸引大批音法族共襄盛舉 天涼電視台十幾年以來 對地方文化 鄉親的娛樂 都會在經營 今天就來三天佈 來帶我們所有的主持人來 這個地方和我們鄉親來互動 來玩遊戲 來做一些文化的推動 天涼電視台的主持群 各個能說也能唱 常年在節目中帶給大家歡樂 這次到三重 與粉絲們近距離互動 不僅主持人開心 連粉絲也興奮不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金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們天涼衛星電視台 來到三重的和平228公園 然後所有的爸爸媽媽好朋友 全部都好熱情喔 謝謝大家 那我本身也是三重的在地人 所以非常開心 我們的這個電視台 天涼電視台 可以來這邊跟大家見面 回饋於所有天涼 以及疼惜我們的客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互動 今天看到慧珍特別親切 特別好 之爭演員交來罵 也到場共襄盛舉 除了帶來耳熟能詳的歌曲 也與主持人一大一唱 妙語如珠的對話 鬥得台下觀眾樂不可知 另外 場邊也舉辦捐發票 換摩彩券活動 把募集的發票 全數捐給玉城社福基金會 希望能為弱勢族群 盡一份心力 凱布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